什么是太极 太极是中国道家文化历史中一个重要概念范畴 一般是指宇宙最原始的秩序状态 出现于阴阳未分的混沌时期 不及之后而后形成万物宇宙的本源 同庄子混沌哲学一样 太极观念这种迷离恍惚的看待万事万物的现象 和本质的人生态度 以及这种思维方式本身 实则包含着清醒睿智的哲思 其终极目的是希望人类活动 顺应大道至德和自然规律 不为外物所居 无为而无不为 最终达到一种无所不容的宁静和谐的精神领域